五國女子全級好手林玉婷 在市警賽 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銅牌遭到取消 林玉婷上週返國之後 由體育署協助再進行檢測 目前報告已經出爐 但是因為攸關個資 近期會聯繫選手倒數相談 遭國際權總以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為由取消市警賽銅牌 林玉婷和教練曾自強返國時 面色凝重 兩人皆強調從沒遇過這樣的情況 體育署強調林玉婷 此次檢測和禁藥無關 但性別深化指數檢測 國際權總投一遭施行 才會協助她一回國就檢測 只是報告出來了 因涉各資外界無法第一時間得知結果 這個報告只有選手本人可以拿得到 那近期體育署會安排跟選手 再進一步的商談 未來的運動計畫 性別深化指數檢測與禁藥無關 但近年來國際體壇對跨性別運動員參賽 是否造成不公平競爭持續爭論 國際田徑總會三月下旬就宣布 不管高固酮濃度 曾經歷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 都被排除在女子組國際賽事 成為第四個拒絕跨性別女性運動員的 單向運動總會 全協表示之後的比賽國際權總是否都會有性別檢測上無法確定 但學者認為也可能是過渡其做法 而以往台灣選手與教練皆著重在禁藥宣導 跨性別運動員是新的議題 澳會體育署與各單項協會有必要再釐清相關規定 並且宣導教育 記者林曉惠王新中 台北報導 直播二 曉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